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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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用我今天好不 我之前确实没有钱 再说了 我 我还要上货呢 我说 我这个季度 从你这儿进了多少货 还用我提醒你吗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没钱 我刚刚从我们的超市拿了钱 给你结的账 怎么着 想让我给你换个人家啊 大哥 什么也别说了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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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李哥 您真是咬死人不撒嘴呀 骂我 我放上去啊 我能听出来 飞多你慢慢飞 飞多不飞 轻盘消息水 亲爱的 啊 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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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先生怎么了 过来过来过来 这怎么个意思啊 啊 这谁给咋的啊 啊 我什么保险都上了 我就没上玻璃钱 怎么个事 对不起我 我没看见先生 没看见就算了啊 啊 你得赔 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说说你还 就输给他了 这么好一女人怎么就 你还在这儿傻乐呢 我得揍他一顿去 这钱呢 你得让我赔多少钱呢 咱把他玻璃砸了 出了口气 这就成了啊 咱回家 回家 快点 不高兴啊 能不高兴啊 以前有一个人 这么跟你出过气啊 真没有 没有 高兴就行 高兴就行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 太过分了 过分什么 这这不成了破坏了吗 要万一让人给抓住人呢 他抓我 他凭什么抓我 他又不是警察 我就问你 你解不解气 当然是解气 这不就解了吗 可是我觉得这事吧还是 嗯 你想想啊 怎么说他也是你 你大嫂的男人 什么话 什么叫 他是我大嫂的男人 我大嫂的男人 不应该是你吗 我跟你说 也就是我不在 我要是在的话 当时就不可能 走到今天这一出 你知不知道 行行行 那这事咱们就 就这样了啊 出出气就行了 真怂 回来吧 嗯 不是 谁让你喝的呀 这 这是蛋白粉 我天天离不开这个 你 我刚冲好你就给喝了你 哎呀 我就是有点渴啊 我就给喝了 我尝尝什么味儿去 不好喝这东西 那你尝什么呀 我不每天我都得喝这碗 你喝 你每天都有喝呢 你在乎这一杯吗 不是那你喝 你得跟我说一声吧 行行行行 你要扎我都不打啊 我已经把他喝了那怎么办吧 我刚清好了 那蛋白粉他就给喝了 那蛋白粉他就给喝了 那蛋白粉他就在这叫 我就渴啊 我回来就喝了 你看你看 老三 老三 怎么了我 你说这老四 从小没喝过这些东西 你说这 就不行让他吵不吵吧 让他喝了一杯蛋白粉 又怎么了了吗 什么怎么了 那他小时候没喝过 我就喝过呀我呀 我不是生病了吗 我才喝着玩的 他说的大不拉机 没什么味儿 你以为我愿意喝呀 我不是当药喝的吗 是是是 他要喝一两口 我也不说什么是不是 他在监狱里也没喝过 他拿起来都会喝了 他没喝过 行行行行 我就把他拿起来就喝了 好了你该补 你也该喝 你就当药喝 行了吧 那你想想人家没有 你想想老四没有 人当时给你 给你给你那个抽骨髓的时候 人家也没有 没有什么营养 人家不是就回去了吗 这个不提了 他不开火啊他 这个不提了 这个都是我自愿的 行了行了 这个我喝了我不对 我以后不喝了行吗 我给你鞠躬 干嘛你干嘛你啊 别跟我说啊 行了行了我 不告诉你他犯了你不认人 行吧你 看什么不认人啊 哎呀这个 这这什么这什么 不是我跟你说 真别计较 真别计较 我给他洗杯子 我给他洗杯子 好这就对了啊 你看看老三你看看这老四 是吧 以后这种事 大家都好好说说 我今天还把杯子给你洗了 我们再给你洗了 洗好了洗了 你 烈烈烈 烈烈 怎么了这是 vida 又得什么便宜了吧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我跟你说啊 今儿我那车不是停在停车场嘛 让你小子叫飞扎 把我那风挡玻璃锅弄碎了 我能饶得了它 幸亏我车上没放钱 要不然出大事了 她陪你了 陪了 你看 你看 瞧瞧 当场点票 而且是百元大筹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这个车的风挡玻璃 我没上保险 其实我上了 我不是别的意思啊 我也不想图他点什么 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啊 我教育他 让他对工作严肃地认真 瞧瞧 百元大筹 你怎么有空来了 你撒凯撒要忙着呢 我不放了 就是我不放 怎么是你啊 不是 你放手 不是 你干嘛 你放手 放开我 你干嘛呀你 神经病啊 你干嘛呢 这可真急了你 可不是真急了吗 我咋没用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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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够狠的干嘛呢 你别动 有什么话站那儿说 说完赶快走 你干什么呢你啊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这可是认真跟你谈感情呢 我这可是认真跟你谈感情呢 谁跟你谈感情啊 我谈得着吗 我怎么就谈不着啊 怎么谈不着啊 那我今天可得认真地跟你 就话重提了 我就要你一句一针见血的话 那当初我在医院的时候 是不是你跑过去看我呢 是不是在我生死之交的时候 你跑去看我呢 你亲口跟我说的 说我让我为了你 也得好好活下去 那我现在活下来了 那我倒要问问你了 你怎么回事你啊 你回去问你哥去 我 不是我问他我问得着吗 我问你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你是不是拿我这穷小的 开涮的你啊 你吃饱了撑的 是没事干了 跑到医院跟我说那些啊 这些话也是跟哪个男人 能随便说说的 说完就他放屁 你放屁呢你啊 你放屁 你 好好好 这你逼着我啊 我跟你说实话好了 我去医院看你 那是你哥花钱让我去 的 我跟你八根子咋不着的关系 我去医院看你干嘛呀 你哥以为你快活不了了 让我去给你那个什么 临终关怀明白了 满意了 出去 CONTENT 怎么了 啊 别怕我 让我孤子疼了 孤子疼了 你人间没法活了 你是不是 什么东西啊呢 你心比身 心得还狠 比毒身还毒 比栏杠都不如啊他 就把人捧 捧到天上去 摔着摔着地上摔成泥 什么东西啊 怎么不着火发了 我根本烧了 人家们 谁呀 谁欺负你啊 谁欺负他怎么样啊 他怎么样 这天子不掉房子啊 掉房子 把房子给砸塌了 砸塌了给 谁欺负你跟我说 我给你出气去 你能跟我出去啊 你能跟我出去啊 不要 走吧 谁呀 走 前面 哪儿啊 坐这儿 那个 这里小布 请问你干嘛呀 你 你干嘛呀 这店是你的 咱俩 就你一个人的 就我自个儿 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 大哥 你那砖还有用吗 怎么了 我那屋里 桌子需要一块砖垫一下 你干嘛 你根本就没拿我当的三哥 根本没有 那我也不能打女人啊 那你砸的门鸡啊你啊 这丝都不亮 你砸的铺子你不会啊 那我凭什么无言无辜 我就砸人家铺子啊 这江湖上也没这个规矩啊 那江湖上有什么规矩 江湖上的规矩就是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井水不犯河水 可这姐夫 太让我生气了她呀 她气死我了呢 那怎么了 你跟我说 你还没跟我说呢 她到底把你怎么了 有这么大的仇 我仇大了我 身仇大恨 你跟谁身仇大恨的又 我跟你 就跟你这个打骗了 你骗了你 骗死我了你 骗死我了你 怎么了怎么了 我骗你 骗死我了 怎么了这又是 骗死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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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我怎么骗你了 喂 老三你怎么了 你和金湖河穿一套裤子 你们俩 你们俩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 我 我 我 你们摸我的心 摸我的感情 你把我蒙死了 我摸死你 我摸死你 我 哎呦我天 哎呦我天啊 你就说金凤那件事是吧 那也不叫骗你呀 大哥也是一片好心 当时你 你躺在医院里头 你女朋友跟你吹了 你没盼头了 我这临时找个人来安慰安慰你 我怎么叫骗你了呢 那是你花钱买的你 你花钱买的你 你花钱给我买冠金的你啊 你 是 是 你干人的你 我承认我是花钱买的 我花钱买的我不对 可是你想想我这 我不花钱人家谁来呀这个 是 是 是 你大哥这也是好心啊 你想想 你当时是那个样子 半条命躺在病床上 我这不是觉得 这万一要是 万一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的 这不有一个女人来安慰安慰你的心 说不定还能见缓呢嘛对不对 这这不缓是见人缓 你看你这样这 这不就是见缓呢吗 不见缓你有那么大的力气吗你 不是不是不是 我把我弄 我弄 你说的 他跟我这话说的嘴那么甜了 他跟 跟我们的蜜似的是不是 都是你教的 他跟你教的 他我跟你心 我教的 我上哪儿教的 这些话我会说吗 我说得出来吗 这都是人家自个儿想的 我行吗 哎呀我 这老四你帮忙忙你 你别让他坐地上了 哎呀我接 来来来来 坐这儿 我把我接了 我没动会儿 我接我接我接 我接我接 哎呀哎呀 我怎么看你 你这样哭 哎呀我想看病了 哎呀我想看病了 哎呀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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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啊我看 星光 吃饭呢 啊 没什么好东西都不让您呢 哎哎我吃过 你这怎么着 做衣服 没有 那是有什么衣服 做好了要取 没有 没有 都取了 那您出去吧 你瞧你 就这么着急把人往外轰啊 我 我 我还没动剪子 已经够客气了 我这 我这来就是 想跟你说点事去吧 您不还坐下说了 是啊 那个 我想问你一句话 要是 问得不对你别生气啊 我就想问问你 你有对象没有 你要是真没对象的话 我还真就给你提提 我们家老三 你看你听我说 他是一个人 你也是一个人 你们俩挺合适的 你觉得挺好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别再说了啊 再说可急了 不是 你看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 我是他大哥 我作为他们家长 来正式地跟你提亲来了 你看 你一个外地人 在这儿孤苦伶伶也挺 我怎么也就孤苦伶伶啊 姨儿挺好的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你赶紧走吧 你先别让你 您回玩笑 我说你先别拒绝 你再考虑考虑 我不考虑 咱就把话说死了 我不考虑了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赶快走吧 干吗呢 干吗呢 没有 这是谁啊 就是做衣服的 跟我砍价呢 行行不用了 你们有事啊 行那你们先聊着 我不耽误你生意啊 你们聊完了我再跟你说 等会儿我这儿 你有点事没有 你有事没事啊 没事出去 这 那行那行那行我先出去 这胡同里的人啊 就是这么没素质 哎 范儿 咱实在不行 换个地儿 呦 四儿 怎么样 同意吗 我说你这三哥呀 真是想吃口听鹅肉 你说真把他们俩搁一块 那够得着吗 人家照着镜子看 真够不着 把他们俩搁一块 真委屈着你姑娘了 别生气生什么气啊 咱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你不常说吗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你帮我提草的事啊 我让你找到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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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得你啊 你不知道活着呢 活着过架子你啊 你找到去你 你死病赖脸的 我告诉你 谁让你找到了 就他那样的 放着眼睛我就看不上了 我告诉你你找到 你找到给你 把他都给你 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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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毛病啊你 你怎么给你拿着呢 干啥干啥干啥 怎么了你啊 行行行行 算我有病 好 都是我的事我的事啊 你该吃药了 你该吃药了 我不吃药了 我吃药了 你们全家都有病 都敢吃药你 把这份给你们 都给你们 我不要 我生都不要我 你干什么事啊 你少跑 梅梅 嘿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在门口站着呀 怎么不进钱你 爸 给我点钱 闺女 爸这不是还没 还没出车呢吗 你看身上带点毛票 找零用的 你跟你妈要钱去吧 先跟你妈要去 爸 我这两年每回问你要钱 您都让我管我妈要去 可您从来没有问过 我妈她有钱吗 我今天就告诉您 我妈她没钱 我妈她没钱 你你妈没钱你那个 二爸 他不是有钱吗 妹妹 你看又又生气了是不是 别生爸的气 要不然这样子 咱们那个你今天晚上放了学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 我赶到学校门口去 我把今天一天的车份钱 我都给你送去行了吧 怎么了 怎么了 这 这是你四叔 这是妹妹 我给你介绍过她 这是咱们家找回来的四叔啊 妹妹 快 叫四叔 四叔 都这么大了 您帮你借我点钱吗 买个什么东西 我刚跟她说这事呢 妹妹也来要我钱 你看这我刚出车 没钱嘛这 妹妹 那个这个见面里 四叔就算欠你的 下回给你 好吧 爸 我先走了 走吧 等着我啊 书书小心点 慢慢骑啊 瞧着点车 他怎么有点不太高兴啊 孩子来跟我要钱来了 我这哪有钱呢 你回家给他拿不就完了吗 咱家哪有钱的事啊 咱家可是越越光啊 都让老三买药了 买药是一部分 咱们不是还借那么多债呢吗 得还呢 他不是有一后爸呢吗 那后爸怎么不给他钱呢 说的就是 人家的事咱 咱过问不着 怎么能不过问呢 他要不给钱 他就不配做这个后爸 好 行我我出车了啊 好 到时候别打电话 跟妈总说一下就 好了 好吧就这样啊 好 再见啊 再见再见 哎 哥伯儿 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啊 想砸玻璃是不是啊 把玻璃修得还挺贵 你砸的 哥伯儿 你干嘛的啊 啊 砸人玻璃要赔你知道吗 这是在哪儿你知道吗 啊 你敢跑到这儿来撒野 这不就是一个超市吗 这还能是哪儿呢 你不就这超市管彩钩的吗 你还能是谁呢 啊 我就撒野又怎么了 哥伯儿 嗯 你干嘛的啊 你要再这样我可要叫人了 叫啊 叫 现在就叫 把你手底下那五个保安都叫来 让我见识见识 我跟你说 今儿我不但想砸玻璃 我还想砸人呢 你信不信 信不信 信不信 不是 你干嘛的啊 不知道我是谁啊 妹妹认识吗 认识啊 我是妹妹她四叔 亲的 没见过 说来话长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啊 反正我是从老里出来的 现在妹妹呢 要上学 需要钱 你这个当后爸的是不是应该 多少掏点啊 你不觉得吗 还有 妹妹她妈 你要我少碰她 你要敢动她一个手指头 我就把你的手指头剁了 你信不信 今儿 我就把话算给你撂着 好好想想吧 坐下 这怎么办这是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小心小心 你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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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点 我问你 你是不是嫁给了我 别走 你站这 站这 是不是嫁给我了 好 嫁给我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 跟你的前夫偶断此脸 为什么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对你们娘俩不好吗 我怎么了 我对你们娘俩 你们这么对待我 告我的黑状是不是 好 告就告告 今儿有人找上门了 找我来了 知道是谁吗 是你小叔子 看来你们这个叔嫂关系不错呀 还问我要钱 门都没有 我要钱没有 我要命一条 怎么着吧 你想怎么着 你给我说实话 你想怎么着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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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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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怎么了这是 您回来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想问问你怎么了 于大海 你到底存的什么心呢 我怎么了 我存什么心了 你甭给我装糊涂 我告诉你 于大海 你给我听好了 妹妹她二霸 她再不好 我也嫁她了 她是我现在的丈夫 你欺负她 就是欺负我 我怎么欺负她了 我跟你说 我见都没见着她 我怎么就欺负她了 那你回去问问老四去 她是你的四弟 我管不着 她从哪儿放出来的 我也管不着 可我告诉你 只要她敢动 我们家老李一根手指头 我跟你有一拼 你还真急眼呢你 你还真护着你那二婚夫啊你 以前在外头 她是不是也这么护着你啊 就这么个急脾气 急 我跟你说 天她要来 我还没伸手呢 她先伸手就能给接着 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女人能干 不是咱家人可惜了 我告诉你 可惜了 可惜了 你怎么又来了 找你聊聊啊 啊 行聊吧 反正是大街这么多人 我不怕你打我 哟哟哟哟哟哟 我怎么会打你呢 再说我打你 我也不可能在这打你啊 你说是不是 啊 你怎么回事呢 你这个人 是我的话说的不够明白的 还是你没听清楚 还是需要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需要我再跟你说一遍的话 我跟你说 我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经历 我就跟你解释 跟你说 你要是嫌我说话的声小呢 那我就到你耳朵边说 我在这儿说 我在这儿说 你能听清楚吗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啊 现在能不能听清楚 能不能听清楚 能不能 我能 能 这不就对了吗 给我说说 准备怎么干 这事儿吧 是吧 是我们俩的事儿 我会跟他离婚 行吗 你忙吧 来吧 签个字吧 签了你就自由了 签了 你就可以合家团聚了 来吧 我不签 来 签 来来来 干吗 干吗 你不签是不是 我不签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签这个字 婚我照样离 来 签签 来 你是干吗呀 你干吗呀你 好好地过着日子 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 这拿离婚当什么了 开门关门啊 我不签 月贺 月贺 还不签 我说你都离过一回了怎么着 开一次门关一次门怎么着 签 来 签 我不签 行 你别认为你不签字我就离不了这个婚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是过错方 你懂什么叫过错方吗 就是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说离婚他就弄离婚 过错方签字不赖 我怎么就是过错方了啊 我问问你我错在哪儿呢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怎么就是过错方了 我问你 你跟你的前夫有没有来往 有没有 不光有走动 感情还挺深的 要不然妹妹四叔不可能挣钱去找我去 她凭什么去找我呀 看来有人跟你撑腰啊 你们要是关系不好的话 她能跟你撑腰吗 我跟你说老李 我真的没有去找过他们 顶多 也就是他们来看看妹妹 说这个谁信呐 别瞄了 越瞄越黑 我说这么着 你还是先把你的这个名字 先瞄好了 来 签 我不签 不签 你这儿怎么 少见啊 来 瞧我来了 别这儿杵着呀 走 咱有什么话加说去的 我打你我 我打死你 怎么了这是 你去 你确认得了你了 怎么着你这 怎么伤手就打人了你 你穿着你们家老师 你说什么话你说去 这就怎么回事 你穿着胡 你拆我家你 打死你我 你拆我家你 你确认得了你了 拆我家你 打了就是你 你干什么你 你确认打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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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认打得了你 老师 你确认得了你 你确认得了你 我这我不能拉不能拉 这不成拉拼手了吗 不要打头啊 你还叫他打头 你这真行 要打就打这屁股 屁股那儿肉多 不要打头 不要打头 还动手啊你 你 你把这 你把这 这拿上 大嫂 你把这拿上去 这 这拿上去 这 这拿上去带劲 这拿上去 老师 我说你 你们怎么 什么东西啊 你看都 都打散了你看 我真没见过像你 别看了都别看了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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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可看的啊 两口子打见了 有什么可看的 回去 这行 这行 我今天算是见到什么 叫女众豪杰了这个 这事啊 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你真怨不了我大哥 真的 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你要说论坏 你要说论坏的话 这不可能是她教我 只可能是我教她 就是现在时间短 我还没教出来呢 这话说回来了啊 我还就正敲不上这个 妹妹她后棒 什么东西嘛 她要是嫌弃妹妹不是轻生的 她就不应该跟你结婚 她既然跟你结婚了 她就应该把妹妹 当自个儿的孩子一样 她不拿妹妹当自个儿的孩子一样 她就是个畜生 你还别怪我 骂她是个畜生 我其实我 我真的 我这态度够好的 我是冲你了面子 我没怎么他 我也不是说 非得拆散你们俩 我真觉得这孙子 他配不上你 他算个男的嘛 有什么事 自个儿待家里 让你这儿冲锋陷阵 他自个儿在后头 关地料阵 他算 他连个男的都不如 我告诉你 今天我大哥这顿打不能白 我还不还你身上 我就还他身上 你就让他等着 回家养伤去吧 你还要这么着啊 老四 我告诉你啊 不许你碰他啊 你还真心灯他啊 有理讲理 你不能打人哪你 可是 打人算什么本事啊 再说了 我们自个儿加事 关你什么事啊 是 论理 论理我是管不着这个事 但是 那美美是不是 由我大哥的一半 要论这个 我又管得着这事了 对不对 那 那也不能打人哪 那我大哥这 也不能被挨打了 那我刚才打疼了他了吗 我打疼你了吗 你还知道问我疼不疼啊 你都打都打了 你还管我疼不疼啊 看看 什么东西啊 要不 你打我 你打我好了 你打死我好了 我打你干吗 你想想 咱俩一块过日子的时候 翻脸都翻成什么样 我动手打过你吗 你瞅瞅 多厚到一人哪 真的 他怎么可能打你呢 这儿人挺多的 你看街里街坊都不好看 要不然咱 咱回家说去 好不好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我告诉你老四 今儿我把话撂这儿了啊 不管怎么样 从前 我没招过你 没惹过你吧 对吧 我不能在我们家老李身上 见着伤 我要是见着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跟你有一拼 你要是还念着 我是美美她妈 你就别下黑手 这女人不寻常啊 那留在家里啊 能镇宅是吗 你怎么就没留住呢 美美 这是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咱们让人家给扫地出门了 房开了 门得算锁了 房砸了 咋也没用 别打了 我没开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有问题 对不起 订阅者没有操扰 余大哥 好 回来正好 帮我个忙 运一下那缝纫机 运缝纫机 怎么着 这是 要搬走啊 新排了一店 帮我忙 帮我忙 来 来 来 在这边 行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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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儿 你这是发了财了呀 没有 原来变大了 原来光收那料子做衣服 不是说的真不挣钱 所以啊 以后 我主要是卖种成衣 行 你别说 这地点还真行 守着大街啊 这地段好 人来人往的挺方便的 可不是 好 今不少货啊 来这 房租柜吧 可就这破房子 一年八万呢 多少 八万 我的妈呀 那你这是发了财了你看 没有 不是 你请我算算 你这八万你看 一月租金小七千 你这月营业额得到一万 再加上你 进货的钱 行 还是赚着钱了 发了财了 不嫌贵 不是 这不是挨着街道吗 你说卖衣服还不突兀人气 要不赚谁的钱去 是啊 是 你们把这些都收拾都弄脏了 余大哥 你后面有事吗 没事 没事再帮我运两趟吧 车钱我招付 别别别别别 别提车钱 我还运搬特别远的 哪知道就这么近的 出了街口又是 好好你这样你这样 你甭去我去 那哪成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这 我去吧我去吧 你这帮忙也能够费心的 我帮我忙就行了 你说 我还真就没想到 金凤这姑娘还真行你还 不显山不露水的 你瞧 就一个劲往上发的财呢就 又去帮人忙去了吧 不是 你帮人那么多忙 也没管你顿饭吃啊 真贱的你 生气了 别生那气 三儿 咱家没那梧桐树 招不来钦凤吗 我惦记了吗 我惦记他了吗 我惦记了吗 我 别生气 别生气 没惦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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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惦记呢他不起烦恼 吃饭吃饭快吃饭 大哥什么也没错啊 怎么不算啊这是 一顿饭都不让我吃饭 你吃什么你 非要我签是吧 行 那咱得谈谈条件 没条件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条件啊 我再重申一遍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钱我一分都不给你 行 你的钱我不要 可我的钱 你得给我呀 哼 笑伙 怎么可能给你呢 啊 夫妻两口子一条心 钱是在一块的 你都跟我二心了 我凭什么给你钱呢 别呆着去 玩去吧你 我听明白了 李德义 李德义 是不是我只要不分钱 怎么着都行是吧 是的 我说过 你是过错方 过错方 李德义 你给我洗干净耳朵听着 我朱美莲做事对天对地 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我出门撞死 我要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出门撞死 你什么意思啊 你咒我死是不是 咒你了 我还告诉你 李德义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天知道 我朱美莲算是瞎了眼了 好 我认了 这次我签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李德义 我朱美莲 打心眼里不想再离一次婚 可这回说是跟你离 我不后悔 我不觉得丢人 这 这 那那 那你妈现在在哪呢 这姥姥家 还能在哪 我姥姥昨天骂人骂到天亮 我妈一声也没坑 你说这俩人啊你看 说离还就离了 这 离了也好 妹妹 这回你这姓还改回来啊 咱还叫余妹妹 没有 我这回随我妈 叫祝妹妹了 这 我觉得还是随我妈好 变不了 随爸老变 老四来喝点茶 喝茶喝茶 这就说 妹妹她妈又离了 老四真高 真高 哪那么感觉不好 那个 四儿 你想吃点什么 二嫂给你做去啊 对想吃什么 那个 有什么就做什么的 冰箱里有什么就做什么的 不是 没事没事 我们哥几个 好 我们哥几个聊会儿天 好好好 还是有兄弟好啊 互相能帮衬着 是吧 嫂儿 你这个房子挺好的啊 挺好挺好 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 到现在 这房贷还没还上呢 你要是以后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 就跟我说一声 没问题 咱自己家兄弟 我肯定找你 那我 打把手 你爸走 我也没事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到二哥这儿来了 还能让你忙忙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 今儿啊 二哥给你露两手 啊 二哥有几个拿手好菜呢 啊 王 把菜洗好了 我炒啊 二嫂 别忘了那鸡蛋羹啊 那鸡蛋羹 咬出沫了才好吃 哦 哦 知道了 来 先把你整鸡蛋羹 干嘛 先炒菜啊 好 吃苹果吗 吃 不是 你看 好 好 来 粉 莲莲 干嘛这干嘛这是 你缺德带帽烟啊你啊 你还敢来